印象中的女巫都身披黑色袍子 长相丑陋 在城堡里熬着毒药 但像这样肤白貌美 傻白甜的女巫你见过吗 七天虎将要带来的电影是 《家有先妻》 吉发妹虽然是个女巫 但却过腻了随心所欲的生活 她来到人类世界 渴望拥有平凡的人生 她下决心不在人类世界使用魔法 靠自己的双手完成美剑式 我们的男主角是一个叫杰克的过气明星 她想拍一部女巫题材的电视剧 来挽救她惨淡的人气 同时为了保证自己绝对主角的地位 她决定搭档没有经验的新人 虽然面试了无数美女 但没有哪个人的鼻子能让她满意 这天杰克在书店 偶然发现金发妹的鼻子十分灵活 简直就是她的梦中情笔 于是杰克缠着她一起出演电视剧 正好金发妹也想体验一下普通人的生活 就答应了她的邀请 来到剧组 工作人员组团看她动鼻子 为她灵活的鼻子欢呼 杰克为了彰显自己的前辈地位 给了金发妹不少表演建议 这让拍摄进行得很顺利 金发妹对她也有了好感 可是有一天 她无意间听到了杰克和助理的对话 原来杰克只是为了找个花瓶来衬托自己 还嘲讽自己凶大无脑 金发妹气炸了 当场就撂条子不干了 可她又觉得不甘心 决定小小报复一下杰克 她返回片场 在拍摄的时候偷偷施法 让杰克故意说错台词 出尽了洋相 可电视台播出后 还是大受欢迎 在杰克接受采访的时候 却依旧本性不改 竟然公开嘲笑金发妹动鼻子的招牌动作 这下金发妹彻底怒了 她请同样是女巫的阿姨调配了魔药 让杰克爱上了自己 第二天 观众喜爱都调查出来了 金发妹演压所有演员 可杰克毫不在意 她此刻心心念念的只有金发妹 恨不得眼睛都长在她身上 还发出了共进晚餐的邀请 金发妹嘴上说着不要 却精心打扮了一番开心的赴约 这一顿饭两人相谈甚欢 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话题 就在他们浓情蜜意时 金发妹及时杀住了车 她明白爱情不能靠魔法 于是她暂停了时间 并把时间倒流回了下药前的那天晚上 当杰克看到观众喜爱都的调查时 怎么也不相信 自己居然被一个新人给碾压了 她气急败坏地在片场发飙 金发妹看她这样 更是气不大一处来 她噼里啪啦地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指责杰克是个自私的混蛋 这一通骂 骂得杰克心里直痒痒 还从来没有哪个女人敢对我这样 她不知哪根筋搭错了 对金发妹的好感度直线上升 赶忙去拦下她 杰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还说她骂得很动听 金发妹看她虽然话说得乱七八糟 但认错态度还挺好 也就原谅了她 电视剧的拍摄继续进行 听了金发妹的意见 杰克修改了剧本 两人配合默契 拍摄异常顺利 进展顺利的 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 两人成了片场里公开的一段 可渐渐的金发妹又觉得 爱情不应该有任何隐瞒 于是决定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 为了证实自己真的是女巫 她还让杰克上了趟天 本以为爱人会欣然接受 没想到她当场懵逼 然后怂怂地抄起一根树枝 让金发妹站远点 还责怪她隐瞒真相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金发妹失望地看着这个男人 骑着扫帚离开了 然而分开后的两个人都很伤心 这边杰克一蹶不振 天天喝得不省人事 另一边金发妹思念成吉 看谁都像杰克 她觉得这个人类世界 没法呆了 决定打包行李回家 而杰克也终于意识到 自己其实并不在乎金发妹的身份 她开车一路狂飙 最后成功阻拦了金发妹的离开 两人敞开心扉 永稳在了一起 从此过上了频繁的快乐生活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发现爱人 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你还会继续这段关系吗 虎将认为 没有谁是百分百完美的 在原则以内 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会让我们更贴近彼此的心 我是虎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